务实精神 学佛要务实 不要虚无缥缈 作者 福安古观音格 学佛要务实 不要虚无缥缈 有些人一学佛 就悲观 福报无法跟上 就每天想住解脱 空性 放下 看破 这就是莫有务实精神 身安到龙 身要安住 就有福报 至少保证有经济能力 才有修行 在家和出家不一样 法华经说的 是法住法位 在家人的法 就是照顾家庭 养家糊口 再来护持三宝 出家人法 就是护持三宝 出家人莫有家 所以在家必须要有福报 有经济能力 再来谈修行 当然 有些人福报很小 赚钱很辛苦 怎么办 可以多念金刚经 普门品 观音圣号 增加福报 因缘 人缘 佛经有多少 多的数不清 但是真正流传出来的佛经 有多少 很少 华言 法华 冷言经 金刚经 地藏经 药师经 弥陀经 大概就这么多比较流行 为什么其他经不流行了 因为其他经的世俗能力不足 比如波惹经六百卷 为什么念的人不多 因为世俗的功用少 金刚经可以沟通地府 还因债 保平安 消业障 这些世俗的功能强大 所以金刚经就非常流行 波惹经呢 不流行 因为世俗功能小 纳华言经 法华经的世俗作用 增加福报 消除业障的功用也很强大 所以仍然受到欢迎 这就是务实 最简单的 因为我们需要保平安 消业障 你看一个人颠沛流离 病苦的时候 哪有时间精力去学习经典 这就需要务实 色身健康 生活安定 才能谈修行 谈高深的法 这需要实用主义 佛法为什么深入民间 因为能保佑 能消灾 有观音菩萨 如果没有观音菩萨 估计佛法的信 重少了一大半甚至不止 这就是中国人的物实 金山修建 不足自明 若无灵验 古今传焉 金山寺修建时 灯竹不点救助 如果三宝墨有灵验 能传到今天吗 这里头就有不可思议加持力 灵验 观音菩萨广大灵感一样 学佛不要变成高谈阔论 夸夸其谈 不仅没福报 反而增加傲慢 有时间应该多念 谱门品 金刚经 观音圣号 增加自己福报 感谢观看 李宝盐 明镜可 正是 优优独播 李宝盐 比赛 比赛 还真是 融合 利云 优独播 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